听力练习十八 听力练习十八 请先听录音 然后回答问题 两名乘客将三十多只活体动物带上飞机 企图从曼谷走私到台湾 泰国已将一名涉嫌疏忽职守的机场工作人员停止查办 曼谷邮报报道 泰国越街航空一架星期三 十月四日 下午从曼谷飞往台北的航班上 两名外籍乘客夹带两只水塔 一条蛇 一只松鼠 二十八只缅甸新龟和一只土拨鼠上击企图走私 不料飞机起飞后不久 有几只动物逃脱 引起混乱而东窗事发 目击者称 一名乘客在去洗手间的路上发现一只老鼠 一名南空服人员在捉老鼠时还不慎被咬伤手指 空服人员随即开始检查 结果在一名乘客的座椅下发现一只水塔 飞机降落后 携带动物上飞机的嫌疑人被台湾警方带走调查 问题一 两名乘客企图将活体动物走私到什么地方 A. 泰国 B. 韩国 C. 日本 D. 台湾 问题二 走私的动物不包括哪一种动物 A. 谁打 B. 松鼠 C. 波丝帽 D. 土拨鼠 问题三 南空服人员在捉老鼠时发生什么事 A. 不慎失足跌伤 B. 不慎被咬伤手指 C. 不慎撞翻乘客饮料 D. 不慎弄脏乘客的行李 请再听一次录音 然后检查答案 两名乘客将三十多只活体动物带上飞机 企图从曼谷走私到台湾 泰国已将一名涉嫌疏忽职守的机场工作人员停止查办 曼谷邮报报道 泰国越街航空移驾星期三 10月4日 下午从曼谷飞往台北的航班上 两名外籍乘客夹带两只水塔 一条蛇 一只松鼠 28只缅甸星龟 和一只土拨鼠上机 企图走私 不料飞机起飞后不久 有几只动物逃脱 引起混乱而东窗事发 目击者称 一名乘客在去洗手间的路上 发现一只老鼠 一名男空服人员在捉老鼠时 还不慎被咬伤手指 空服人员随即开始检查 结果在一名乘客的座椅下 发现一只水塔 飞机降落后 携带动物上飞机的嫌疑人 被台湾警方带走调查 请不吝点赞订阅